這個時光機搭到這兒來了以後 你看我們的新地球的朋友也都來了 哈囉 大家好 新專輯12月27號發行 今天是12月10號 也是大家這個現場 早就已經在各大通路先預購一下 開始了 今天開始預購 沒錯沒錯 那其實呢 JJ每一次發這個專輯 都有一些故事要分享大家 其實音樂就像是一個情境的連結 然後帶大家去某一個地方 這一次帶大家要去一個新地球的意思 要好好來解釋一下 其實我沒有要帶大家到新地球 其實我是還是一樣的 我覺得主要是寫這首歌 其實的靈感來自於這一年來 發生了很多事情 包括我自己 我的奶奶離開了我 開始之後呢 我其實也在自己的人生中 找到了一個不同的重心 也就是更關心 更拉近我的家人與我的時間跟關係 然後我在幾年來其實得到了很多 然後也失去了不少 那在這段時間當中其實也發生了很多事情 讓我更關心自己身邊的一切 然後其實新地球這個概念呢 也是希望說可以透過我自己在這段時間來的感觸 希望可以帶給大家一個不一樣的感覺 然後我也開始問了一下自己這個問題 就是我開始問自己到底幸福是什麼 到底怎麼樣才是快樂的 因為我們常常在忙碌自己的生活 自己在追求自己的夢想過程中 很容易忘記最初中的自己 當初的那種很純粹很單純的一種動力 我覺得我後來告訴自己說 一定要在生活中懂得去 怎麼珍惜當下活在當下的感覺 因為我發現很多時候忙起來 我們開始為了身邊的環境 我們因為身邊的環境 我們為了我們明天的事情煩惱 我們為了以前的事情開始猶豫 那我覺得只有我們活在當下才能夠改變自己 才能夠在自己這個氛圍中做一些決定 然後慢慢的改變變得更好一些 所以希望透過這首歌曲 透過這次的MV 能夠帶領大家進入另外一個環境 那我也希望說 因為音樂一直以來都是我一個很大的生命令 它是我一個很大的能量 我相信音樂是可以 是需要被傳遞的 是需要被分享的 所以我也相信音樂是可以匯聚所有人的心的 不管來自哪個領域的朋友們 在哪個生活階段的朋友們 就像愛一樣 沒錯 所以這次的這次領域結發的新專輯 不只是在述說故事 也是希望能夠把周圍的生活能夠融入 讓大家也帶領一起 不要忘記了當初最初衷的夢想 然後還有我們真的要珍惜 周圍的一些人事物 對不對 那今天這個我們在新歌的這個現場也要讓大家 不只是聽還要看 七點鐘會在我們YouTube官方頻道 但是今天的現場 你已經看過了嗎 我覺得新地球 我覺得新地球這首歌曲 是出自於我自己很個人的體驗 生活的一些感觸 但是呢 我相信最終這首歌曲應該要屬於大家的 所以希望呢 選擇在一個屬於大家的環境 一個場所 來跟大家一起分享這首歌想要表達的一切 所以現場的朋友們當然要多多幫我們忙 在Facebook上面先分享出去 七點鐘的MV一到了以後先分享 然後記得在這個YouTube下方 或者是在這個JJ林俊傑的Facebook粉絲團上面 都可以一起來討論 相信JJ也可以跟著大家這個 好好的來討論一下 看一看每一個人看完的感覺都是不一樣的 真的要謝謝大家抽空出來看MV啊 對啊 當然不要忘記了12月27號可是最重要的啦 JJ這一段時間趕快進行預購 27號我們好期待新地球的發行 這張專輯有很多的驚喜 有很多繼續讓大家可以 就是討論跟分享的東西 所以希望可以繼續關注 聽完就是一個開始 聽完了以後可以變成自己的 就像這樣子 這個探究端還在 還在呢 今天也非常謝謝JJ林俊傑 還有我們這麼多 廣大支持JJ的粉絲們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